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来到这大上海 没有家 但有个管家 老管家 帮我联系马总把花背套现 然后把房租交了 这套宅子我要定 少爷万万不可呀 这破房子它只是看着好 住着一点都不自如 不自如 我发现现在这些花钱的地方 就很爱给你用一些很高端的词 显得我过得多好似的 你像支付宝也是 现在都不把你的钱叫钱 叫资产 叫你财富管理 我看着我的总资产 三块七毛六 说完了 被几家电商巨头联合做空了 还好我还有不动产 我还有一片森林和一座庄园 支付宝就天天劝我保护地球 我还为衣食住行操心呢 我哪有那个能力 你让我保护地球 不就相当于让蚂蚁保护森林 支付宝为了让你多用它 就把这个话说得太好听了 说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收集绿色能量 改善环境 不是 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吧 我只是为了省钱被迫过的很环保 那我天天出门不打车 我挤地铁 骑自行车 就是为了以一己之力 对抗全球变暖 每次累得要死 再 哎 又为地球贡献一小时 真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呢 我觉得用这些高端词 就是在说些漂亮话 想让你多花钱 搞得现在用词就越来越大 有些都不讲道理了 你像很多品牌代言 就除了代言人以外 现在还有品牌大使 大使 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吗 你这个品牌也太狂了吧 那你和别的品牌合作 都不能这样联名了 你俩建交吧 品牌大使 你为了唬人 这个名头叫得也太大了吧 我上次听到这么取名的 还是发型总监 很多奢侈品甚至有全球大使 你都能代表地球了 你需要跟外星人建交吗 你大使拿着你的衣服给三体人 三体人一看吊牌 这也太贵了 不要回答 我觉得代言奢侈品还算好的 更夸张的是 现在很多明星都开始代言生活用品了 我那天买纸巾都有代言人 说明星同款测纸 我当时就不想买 我觉得你明星代言赚的钱 肯定都是溢价到这个产品上 让普通消费者来承担 我觉得你代言奢侈品可以 我也买不起 你代言测纸 我是真的会买测纸 你冻到我的蛋糕了 你别哪天出了事 就拿我擦屁股的钱 给自己擦屁股 我觉得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应该少一点这种漂亮话 多关注一下人的具体需求 但现在经常就是为了表面漂亮 完全不管你实际需求 你像很多商场 现在会宣传自己各种友好 修得贼漂亮 但就是不愿意在厕所门口写个男女 非要用个非常抽象的符号 男厕所就这样 女厕所这样 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 你哪怕画得真实一点呢 男厕所 你就画一个小人 在那头头抽烟 女厕所 你就画一个普通的小人 后面排着67个小人 你商场为啥不能多修点女厕所 你这个现代文明社会 能不能解决点实际需求 而且一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 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所有人 所以我说这个事也不是想显得我自己多高尚 只是它也会影响到我 那我跟女厕一出去逛街 如果她要排队等厕所 我就要在旁边等她 我有时候等 没事干 我都想帮她排 我说你先去试衣服吧 我在这帮你排着 我愿意为了你做一个变态 我向前一小步 闻名一大步 每次听到这些漂亮话 我就觉得你们有那个说话的功夫 不如多干点事 这个世界不需要语言来精装修 只需要少点宣传墙 多点卫生件 谢谢你们 我叫余夏 哈喽喽喽喽喽喽喽 大家好 我叫刘洋 然后大家也知道 我最近一直在录两个综艺 然后北京一个 上海一个 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 你知道飞多的时候 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 我长了很多的见识 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 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 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 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 我说金卡 这得多尊贵啊 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 李先生你好 你说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 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 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 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 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 想的是这种 你知道金卡会员 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 什么都没有 他唯一享受的待遇 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 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 然后跑过来 就这个消息跑过来之后 目光如矩盯着李先生 熊熊有神 生怕瞟我一眼 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 盯着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是我们航空公司 尊贵的金卡会员 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 降落在首都机场 地面温度23度 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 我就先走了 他就走了 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 李先生也很局促 这就是金卡吗 对吧 我不尊贵呀 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 我就在那坐着坐着突然说 几点到啊这 不知道时间做过了怎么办呀 地面温度多少度啊 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 穿不穿呀 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 说可以穿 然后关键 关键就这么点信息 他还生怕我听到 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 跑过来之后 李先生你好 您是我们珍贵的金 李先生您往这边呢 您是我们珍贵的金 李先生 您是我们 李先生我给您写下来 要命了 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 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 然后前两天遭到了报应 各位 我坐飞机太多了 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 我在飞机上待着 李老远空姐就要过来 我说别过来 空姐说 刘先生 我说 空姐告诉我 任何消息 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 听话就说 19点到啊各位 首都机场 我恨不得给空姐捧根 来缓解这种尴尬 空姐说一句 我捧一句 也没那么尴尬 李先生 李先生 您好 您是我们珍贵的金卡会员 我呀 我们这飞机19点 降落首都机场 没听说过 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 怎么着呢 我就先走了 去你的吧 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 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 是我去一个景区 说是景区 实际上就是一座山 说是一座山 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 那山要多高 那山就300米高 各位 300米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300米 苏炳天登顶 只需要27秒 就这么个小破山 然后收100多块钱 然后服务员问 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VIP套餐体验卡 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 然后我就升级了 花了80块钱 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 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 你见过玻璃栈道吗 两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 你坐在山边说 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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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个破玩意 你说玩不玩 当然玩 80块钱白花了 我就玩 但是问题是各位 我有严重的恐高症 我站在山边一步都舍不得走 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 一步不迈 但是问题 我老婆了解我 她说你这样 你把眼镜摘了 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 我就把眼镜摘了 各位我还有严重的散光 我一摘眼镜 玻璃栈道变撒了 三倍恐惧 我实在没办法 我就把着那个杆 我真的眼睛都不敢整 浑身颤抖 我一点点往前蹭着走 旁边人都惊了 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 不合理啊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唱完套餐里 还包含一个服务 免费拍照 因为景区就是认为 我在这种情况下 脸上红温浑身发抖 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 会产生一个念头 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 我在那闭脸 我今天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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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完了 我一下玻璃栈道 有一个屋子 一抢我的照片 全是我驯服武官的全过程 我说这玩意太可怕 我就要走 走的时候 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 刘先生这些精彩瞬间 真说得出口啊 这些精彩瞬间 您只需要花25元 就可以买回去 我说你做梦 你给我25我也不买 他说不买就一直挂着 我说买买买 大哥 商量一下 但是我也办过 比较划算的卡 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 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素通 不打广告了 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 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 在里面 你知道优素通卡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不用排队 你去了主题乐园 你排过队都知道 那队伍都不是直线 那队伍就S型 那都不是S型 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 门外五个小肠 好不容易绕进去 一看还有五个小肠 一直在哪儿绕 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 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 你们这一次碰面 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 你们就一直绕 这哥们就一直在你前面 你转三圈就没话了 在那儿走着走 哎老张 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 我也来到 我真巧 多少年没联系了 真巧 哎哎 常联系 回头见啊 一回头就见了 哎老张 我坐飞机来的 是是是 飞机很累 吃饭啊 接着吃饭 然后又回头 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 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 我自己研究出来了 在这种队伍里 如果你想要 维护你们的友谊 你只需要还说 一模一样的话 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 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 这是你用评书的方式 说一模一样的话 友谊还在 你想想哪个感觉 你看到老张 哎老张 你来这主题了 我也是 哎 来的时候 那个飞机上啊 黑暗中忽然听得 一阵脚步伤 与之来者 何人 咱们下车分解 你转过来 是空姐 空姐 轻声说道 刘先生 我们的飞机将会在时针 将来在时针 我们下车分解 谢谢各位 我是梁教授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富航 我不想当猴了 因为到哪儿都关我叫猴 前几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 有一个大哥 他都离得我很远 好多人 他直接就 哈 我也不能不回应他 显得有点装 我就 结果呢 他说来猴哥合影 咔 照张照片揣兜里 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 你说老大爷看热闹 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 他们就这样 就这么 我也要合影 合张影 咔 照一张揣兜里 你是六小灵童吗 我说我是母八配 小红须 他说嗨 以为你是谁呢 我说大爷 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 他说小伙子 因为呀 我有京都念慈安 蜜恋穿背 琵琶膏 老字号 护嗓 指定型 我执入完了 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 我说好的大爷 演出正式开始 朋友们 我不想当猴了 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 我想高端起来 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 鼓足勇气 去吃了一次法餐 我是中午去的 我第一次去 手紧张都哆嗦 有一个服务员过来 大高个 西服鼻挺啊 特别帅 小伙子 先生 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 说一个送您一份 我当时第一个想法 就是法式小面包 还是叛叛 但是我没说 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 他说先生 您能说的是 提拉米苏 他说 提拉米苏 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 喜欢用倒庄语句 他说那先生 您可以用英文点餐 我说我在日本 他说我的心呐 我里我里我里 得叫不 我说得 得叫不 我的心呐 还是英文点餐吧 他说好的先生 给你菜单 我拿过来 我没有说三Q四 我说的是三Q四 懂英文的都知道 里边的门道有多深 四是美音 我说的是三Q四 我说的是三Q四 是英英 老短词 服务员也懂我意思了 先生 您在英国有朋友 我说对 我家狗是科技 我说你点餐吧 别说话了 当时拿过来 我说英文点餐 Easy easy 叫语法 不有大问题 错误就可以了 我说 哎呦 waiter I want 诸语动词 want不用加一D 因为是一般现代史 当时 我说I want 服务员 我说this is this over 服务员 什么过去 我一看吃住他了 我不光想点餐 我还想炫技 给他展示一下 我高超的语法 我说 哎呦 waiter wait I want more I want 我说富航 人生只有一次 女儿也当一辈子的懦夫 还是一瞬间的英雄 哪怕只有一瞬间 我选择了后者 我要冒一些风险 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 我说哎呦 waiter I want not only this this Balossa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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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的动作里边的门道有多深 在布置之间展示了对过去代斯是海参一般的理解 他明显没听懂他表情 但是没关系 服务员 好 好 我说在着在着 sauce sauce 就是so many times 当时服务员 哎呀学不过来了 太多代词了 先生 我一看吃住他了 我太帅了 我说伊丽莎白狗点一根雪茄 不是雪茄 雪茄 雪茄 雪茄是什么东西 点一根雪茄 当时服务员说 好好好 他就把酒单收走了 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 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 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 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着火 每一杯都着着火 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喝 我不知道 我一把把酒杯抄起来 我看到上面的火焰 我说这个火焰 它有没有可能不烫 他别笑我 那个也不烫 这没用 就是装饰品 有什么用 你这没用的假的 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服务员在远处看着 我说喝呀 我说你们这帮上流人士平常一官处处晚上都来这喝火啊 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 岂能郁郁酒居人下出身为寒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 你们不怕 我也不怕 当时我的眼睛已经完全烫火了 我跟那里咚呢 旁边那些上流人士就工程教授聊融资 A B C D 轮聊聊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 一转头 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 富航吞起火球了 那服务员 拿起西瓜 是啊 就是有西瓜 当时我就跟那 王侯将相 应有种乎 我就干了 他拍一拍我 回头看见西瓜 我说 something wrong 服务员 what what you doing before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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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过去问题 这还很一般的理解 张服务员 这两个西瓜 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 但是没关系朋友们 我能力挽狂澜 为什么 因为西瓜的英文单词我背过 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 一西瓜英文 刚说拿起西瓜 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 然后我开始拿西瓜 吸杯子上边的火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吸火 我就拿嘴 一做做做 我发现 用西瓜 你不用 还疼 我给人家种作作作 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枯坟了 别喝了 杨阳别喝了 你没事吧 别在这自焚 你没事吧 我就太伤老军 三昧真火 收不赫我 我不怕 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 给我设计的小陷阱 我不怕 再见 到门口 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 非常的那个骄傲 那时候给他这种感觉 我什么都不 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我连法餐都不会吃 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 来证明我是人吧 对吧 我没别的可干了 我就开始上网搜 怎么区分人跟猴 我想天天给观众讲 网上只有七个字 能正确的使用火 我手机都下掉了 我手机掉地 最开始我这么剪 后来我就这么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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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进化论的 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 有多深 朋友们 别被洗脑 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 那我宁愿当猴 谢谢 哈里大家好 我是黑洞 比了好几轮了 很多演员都说 特别羡慕我身上这种 松弛感 还跑过来问我说 你怎么做到的 完全看不出你紧张 我说我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 他说懂了 目中无人 我最放松的一次 就是最目中无人的一回 是在一个天桥上 踢了个乞丐的碗 完全没看见 过去光当一瞧 我俩都沉默了 他是没有料到 什么人这么横 城管都不敢这样 我为话节尴尬 我赶紧跟他解释 我说那个 可能看不出来啊 是个盲人 他紧张了 他说对不起 那我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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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看不清呢 有好处啊 就是减少了一些社交压力 经常后台聊天 不太熟懂 说什么 谁谁谁 文本好 谁表演好 我就不聊 我看不上表演好的 完全看不上 演了四轮了 富航演的啥 完全不知道 以前还有人给我解说呢 坐我旁边现在看了个啥 刚才把我一个人留在上面 后来我就这么剪 我就这么剪 我就这么 我说你怎么剪呢 我啥也不知道 聊八卦 还有后台 所有人都好奇 他说这个人是谁 只有我在好奇说话 这个人他是谁 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太熟的演员 聊了得有两分钟 我才发现他是庞博 声音也听不太出来 不太熟嘛 我就只能套他的话 获取一些线索 玩狼人杀一样 我觉得每一个不太熟的局 都应该有一个狼人杀 那样的主持人Q流通 天黑请闭嘴 庞博请张嘴 但是其实认不出来人 还问题不大 就是尴尬嘛 说错话而已 话可以乱说 但是东西不能乱吃 有一次后台点外卖 我刚好接了个电话 我说你们不用等我 每样给我留点就行 回来之后都吃完了 就拿自己来吧 每个尝点 鱼香肉丝 公报鸡丁 麻辣烟头 我完全理解他们 因为普通人很难想象 盲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 就跟我一样 我也很难想象 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 就跟开盲盒一样 印象最深刻的一词盲盒 是来个酒店 一个自助早餐 多功能饮料机 你们见过没有 好多按钮 看不清吧 随便来一个 四个 牛奶 咖啡 豆浆 我偏偏精准地按中了 清洁 有人喝过清洁吗 寡诞 所以很多年前看钢铁侠的时候 我就很羡慕 我说哪一天科技进步了 我也能用一个这个 Javis 就把我这个眼镜一戴上 我眼前看见什么东西 你一无一时告诉我 对不对 后来听说罗老师还清了债 去干AR眼镜 我知道我那个等的眼镜 应该是完了 看完下的罗老师 加油 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可以来找我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忙人也可以 在老师那个 高科技眼睛出来之前 现在主要靠手机 解决所有看不清的问题 手机上有个软件 叫屏不朗读 用听的 我耳朵很好 大概是四倍速 知道你们没有概念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就是 非常快 很难有人听出来 打个赌吧 谁听出来 有人听出来吗 再来一遍 OK好 慢 给他放一 放一遍慢的吧 好不好 我不是针对 谁在做的 各位都是垃圾 这个技巧叫 目中无人 非常快 但这么快的速度 你们能想象吗 有时候效率 会非常的低 你见过评论区 发哈哈哈哈 发一屏幕那种 手机到这就疯了 哇哈哈哈哈 也许哈五分钟 他不喘气 你知道这么发的人 脑子 确实不太正常 你复制粘贴 他就不 他就手工敲打喝 啊哈哈 一屏幕 哈哈哈哈 中间有一个 啊哈哈 评论也不能刷太多 我有一阵沉迷刷评论 看看网友怎么夸我的 就搜黑灯 搜了一阵 搜几天就不搜了 因为搜出来最多的是 千万不要黑灯 玩手机会瞎 嗯 其实啊 很多有这种辅助功能 其实 虽然每一样都还不太完善 但是配合在一起 忙人做的事情还挺多的 等于很多工作可以做 我有一次面试 我跟那个HR说 视力不太好 放大了 那个 可以 他说那把公司 最大的显示器给你 然后就去了 那个公司 北京有个798 你知道吗 就在那地方 我们公司好几面 沿街的那种落地窗 游客都能进来参观 所有同事 14寸笔记本 就我一个人27寸 iMac 游客一看就明白了 爆炸头啊 设计总监 特别怕光啊 别说这种射灯啊 Word文档一打开 一片白那个都受不了 我把颜色条反过来 黑底白字 我在那写文章 一个设计总监 什么总监 程序员你认不出来吗 那不是在挑代码吗 代码挺厉害 汉字 我讲到这些 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罗 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 非常的羞耻 感觉在电视上 站没站相 坐没坐相 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 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 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 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 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 分数最低的一个 有一种名校里面 吊车尾的感觉 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 吊车尾 高三的时候想要 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 就是把作文写好 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 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 就是梗很多 然后我们老师说 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词嘛 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 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 许之远的人的书 看了真的买了 中国既是纳斯达克的一带 卖了一堆 我背了很多许之远的金句 我真的 我上考场之前 我脑子里都是许之远的金句 我本人高考作文 第一句话 这个时代病了 零分 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 我就是挺喜欢修辞 我就喜欢细致末节的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 人因为太注重内容 而忽略细致末节的重要性 我是一个福建人 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 为什么福建人 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 居然是不放盐 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 是今天这个汤很好 我故意没放盐 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 你说越贵的食材 他们就越不放盐 比如说老鸡汤 他们是不放盐的 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 他们就放盐 怎么鸡是越火越咸吗 可是老鸡会跟小鸡说 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老鸡也很无奈 说我一片真心 混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 我是属于那种 山猪吃不了细炕的那种人 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 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 就这么说吧 十三香小龙虾 跟十三香澳洲龙虾 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就什么钱不钱呢 喜欢的就是王首逸这个人 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 我说我们放点盐吧 不放盐不好喝 他们就会说 爆点天物 放盐就爆点天物 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 不放盐就很好喝 我说那放了盐 不是应该更好喝吗 这个道理是不是像 如果有一个帅哥 他长得很帅 他替平头穿白T 他就可以很帅 但是问题是帅哥留了发型 他穿了西装 他只会更帅啊 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 是爆点天物吧 你怎么说天物我一个爆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 因为这个汤很补 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 七八岁就开始叫我补 我都不知道七八岁我要补什么 每次学期成绩不好 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 学期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 应该补课啊应该补什么 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 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 这个逻辑是不是太简陋呢 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 就是说吃那个猪脚面线 是驱邪的 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 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 这个是在补什么 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 所以 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 就特别听大人说话 很爱喝汤 喝汤长大 真的特别补 没到三十岁就痛疯了 他现在追求 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 应该毫无营养 他身体负担太重了 我半夜问他 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 我说吃啊吃什么 他说吃垃圾 他连食品两个字都不加 吃垃圾 我们两个对话 像两只流浪狗在对话 走吃垃圾 走吃垃圾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 追求毫无营养 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 或者零食的配料表 里面会写蛋白质零 糖零 卡路里零 你没有你写他干嘛呢 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 对吧 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 四集没过 小提琴不会 什么都不加 还居然很骄傲 我最不理解是无糖可乐 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 可乐叫肥宅快乐水 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 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 肥宅再也不能快乐 肥宅只能安康 快乐啪 没了 我觉得饮料零食汤 这些都不是必需品 你只是因为来享受快乐 你享受快乐的时候 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 有没有那种朋友 就是你们跟你 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 看着看他突然说 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 我们来练英文 我真的我两分钟就睡着了 他问我说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 我说我记得电影开头 有一只狮子在那边 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 练英语听力啊 好好的一句台词 阿甘说 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 我满脑子都是 A 阿甘妈妈喜欢巧克力 B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 C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是 就像你听脱口秀 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 有教育意义 说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 你说皮质不纯 毛浆烟覆 但毛质不纯 会冷啊 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 脱口秀完全不好笑 但是说 嗯 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 你说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 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 比你有内容的演员 现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 说我肯定是吃醋了 我说哎 是 但我喜欢吃醋 因为醋也是调味品 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 谢谢大家 我想说